超萌的 射箭果手遇上猫耳朵 两只可爱的猫耳朵可是萝莉控的最爱 你以为猫耳朵只有cosplay的时候会戴吗 错错错 我国在奥运游望夺牌的射箭项目 现在就很能够跟猫耳朵扯上关系 这个是其实我们这个是在使用 类似生理回馈的方式 去了解说选手的那个心理状态是什么 比较商业化的方式 它就只有一个说情有千额页的 那个脑部资讯这种比较简单 但是这样子的精准性都会比较差 猫耳朵到底是怎么用的呢 其实猫耳就是显示你的专注程度 如果专心猫耳朵就会向前 相反如果分心耳朵就会垂下来 本来消费有一种 然后就是看这小部分都会玩 就是觉得这个道具很有趣 因为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东西 虽然说很有趣 但因为实际效果还是有限 所以都被用来在学长追学内啦 或者是像我们记者 哎哟以后老婆都用这招测谎啦 报导 我们似乎没有继续的 大家接下来 门